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资讯第一台 早上六点零一分 新传媒水下电台CAP的958城市频道 现在是由韦银和嘉宾为你报告新闻 静文泰土崩事故地点的修复工程 预计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进入发展局与承包商已经使用混凝土稳固斜坡 并且挖掘出水道减缓上游发生淹水的风险 国家发展部长李志生在社交网站飞足帖文透露 他昨天下午跟也是荷兰五级芝麻竞选区议员的 国家发展部高级政部长神隐走访事故地点 发生土崩的地点就在静文泰六道 Clemente North Arc预购组项目工地附近 李志生指出煎屋局和建设局的工程师 检查了附近的建筑和结构 确认这些结构仍然安全 他也表示煎屋局建设局和人力部正在调查造成土崩的原因 为顾及公共安全静文泰土崩事故地点附近的乌鲁班丹 公园联道将继续保持关闭 金门泰路到联邦西道的公园联道则会开放 国家公园局在Facebook贴文说 当局连同公用事业局和建屋发展局进行评估之后 决定继续关闭文理大道到金门泰路这段公园联道 当局指出相关的修复工程仍在进行当中 而有关地段也有潜在的淹水风险 当局将密切监测降雨预报和河道的水位 并在必要时关闭公园联道 公用事业局也贴文建议公众在下大雨的时候 避开乌鲁班丹公园联道 美林巴沙与舒适中心失火两名摊贩协助灭火 也是当中八个集选区议员的文化社区及青年部 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蔡瑞龙 在飞速帖文说火患发生在巴沙与舒适中心二楼 民防部队昨天傍晚6点35分左右接到通知 赶到现场后撬开失火摊位的卷门 用水管将火扑灭 火患设计的摊位角落是烹饪区的物品 初步调查显示火患是炉火无人看顾引发的 附近公民在民防部队在抵达之前自行疏散 一人接受民防部队医护人员评估后拒绝送院 蔡瑞龙透露 舒适中心两名摊贩在民防人员到场前协助灭火 民防部队感谢尝试灭火的公众 因为他们及早介入 有助避免火势扩散 民防部队将联系和表扬这些社区急救援 在监狱服刑的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被送入医院接受身体检查 马国电视台Astro Awani报道 纳吉助理表示 纳吉身体感到不适 因此入院进行必要的身体检查 目前情况稳定 纳吉上个月23号因为SRC国际公司洗钱案中丧诉失败 而立即入狱服刑12年 目前他已经入狱14天 为严防冠病毒传播 中国首都北京市政府将要求抵禁人员 24小时内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并在72小时内再进行另一次检测 北京日报报道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刘晓峰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当局要求抵禁人员在7天内不聚餐 不聚会 不前往人员密集的场所 检测结果呈阴性之前减少外出 另一方面 广东省深圳市从今天起官病部分地区的公共交通服务 并展开两轮全区全员核酸检测活动 进入封锁状态的成都市也一连四天进行全员核酸检测 并宣布今天起暂停中小学的面对面教学 天津市也从昨天早上八点起展开全员核酸检测 江西市都也都县也从今天起一连四天实行临时静态管理 台湾的官病单日新增病例连续六天多过三万起 另外有35人病逝 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 当地新增三万四千一百二十六起本土病例和二百三十二起输入型病例 此外 死亡病例的患者年龄介于五十多岁到九十多岁之间 台湾的累积病例达到了将近五百四十四万三千起 其中一万零六十三人死亡 拉脱维亚羽毛球国际赛的消息 我国选手林顺天在男子单打半局赛中 以十二比二十一十一比二十一败给立陶宛选手维托里亚尼 在另外一场的半局赛的落败者并列继军 另外是新加坡超级足球联赛方面的消息 积分榜领头羊失城水手队爆冷以一比三败给亚龙国际队 所有的进球都是来自上半场 时间是早上六点零六分 新闻播报完了 958城市频道 您的新闻首选 听众有任何新闻线索 请发送文字照片或录像到958WhatsApp 96233958 96233958 958城市频道 958路况消息 再这样六点零七分 你好 我是一心 这时候来关心的是外头的交通状况 如果你正在路上开学的话 好消息目前没有接到任何的路况讯息 不过提醒你 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还是要实时留意 那目前在乌兰关卡和大市关卡这里呢 在入境新加坡的交通方面 不管是在大市关卡还是乌兰关卡 交通都是非常拥堵的 那么出境方面交通则是顺畅的 958天气预报 天气方面气上鼠说 今天上午叫吃的时候开始 多数地区会下雷震雨 最低温是23度 最高温是34度 全球资讯 精选速递 958城市频道 资讯第一台 他不是下台了吗 难道还要回来 他要回来了 谁呀 就是他呀 我是邱圣阳 这次我还邀请了国会议员 一起走访社区为民服务 不止如此 我还会继续搜罗 社媒最吸睛的新闻 还有常驻嘉宾 点评分析名声课题 当然还少不了聚焦牵动 全球动态的国际局势 周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佳彪 一心 维盈 盛阳 958城市早点名 资讯碰撞 铿枪开讲 来到星期一 今天是2022年9月5号 农历是8月初十 早上好 我是佳彪 你好 我是一心 早安 我是维盈 从上个星期五到我们宣布 或者是公布交通讯息的时候 都知道我们的关卡是拥堵的 今天还好吗 还不错 还不错 所以要到马来西亚 吃饭的朋友 吃东西我们都应该过境了吗 相比周末 今天还好很多了 入境新加坡还是拥堵的 毕竟今天是一个上班日 所以也说 接下来这几天应该还好了 不过到了星期五之后 又来了 好了 说一下 你是不是在周末的时候 有过关卡的呢 是不是也遇到这个情况 刚才我们只说的是 在英国跟法国之间的边境 是新马 我们说的是英法边境 也大度车 也是如此的 一约参观位于Lanto Hills Road的 驱水轮停示范单位 请拨打6225-9000 亲爱的旅客 请注意 这是酷航的通告 从9月9号起 酷航全新皮卡丘大航机 将飞往东京及首尔 我们乘邀您酷爽起航 展开探索之旅 在飞行途中 除了有精灵宝可梦限量版商品 还有精心特质的航班餐宁等 让您尽情体验 票价从231元起 欢迎上网 flyscoot.com 预定保衡税费 付贷条件